眼睛是这样 我们先要打一层底 也就是我们 如果这个眼睛是要横着秀的 那么我们先竖着秀一点 秀几针 就是把它垫在下面 然后再横着去秀 这样秀出来 它这个眼睛就会比较饱满 这个黄色呢 只是说是它的一个主色调 然后在这个 我们先把它打底打完以后 我们高光部分就需要用 最浅的那个颜色 我们来给它扎两针 然后呢 它那个暗部呢 我们也需要用深一点的这个颜色给它扎几针 那个我们就把它覆盖在上面就可以了 好 我们尽量把这个眼睛给它 先给它打底的时候 我们要打得圆满一点点 就比方像这些边角的地方啊 我们可以最后给它补上一些针角 如果觉得立体感不够呢 我们上面给它重叠几针 好 这样就差不多了 是不是 有那种突出来的感觉 好 完了以后我们就 换颜色 就换深一点点和那个高光的部分 我们先给它点上 好 我们先用灰色把它的暗部 给它扎几针 因为它那个光是从上面往下造的 所以呢它的暗部会在它的这个下半部分 好 这个理解 但是暗部它没有到底 它只是一部分 根据它的形态 在我们前面稍微 多一点 好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基本上就是扎个两三针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换亮部给它点上一个点 它这个高光还有一点大 因为它这个眼睛啊 它是凸起来的 所以我们给它绣的稍微多一点点 然后 它那个高光是 带一点圆形 所以呢 我们在下面还要扎一针很短的针 好了 这个我们就修好了 这就是眼睛 它这个口气的这个前端啊 它有一个这种凹槽 中间是黑色 然后呢 上面呢 我们就用灰色给它凸出来 好 这个高光的点 把这个填上 把这个填上 咬 咬 中文字幕提供 然后再用一点点白色 我附带讲一下它这前面这种前端的这些口气这个地方 它是外面我们用黑色的线给它勾边 用裂线修或者轮廓修 然后中间就用深一号我们给它填上 然后这个地方呢做一个过渡就是扎一点黑色的针角就可以了 大家注意这种明暗关系我们来搭就行 接着我们教大家来绣它整个头部的这个丝绣 好我们现在绣它的头部 头部呢我们先把这个四个角它有一点那种翡翠绿的那种颜色 就是偏弧绿的这个颜色 我们先给它绣上 好它这个 是横着绣的 是横着绣的 这边也有 在修这些线条的时候不要太规则就是有的可以长一点有的短一点这样子到时候就会形成一个过渡色 好这个下方是扎了一些深灰色的这些点状的针就是一些小一点的针它其实也是过渡的 因为下面是一个暗部暗部的话我们不可能都能看到它是绿色就是隐隐约有些绿色 好 好 好 我们下单的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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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用深一点的 淺一点的绿色 我们把余下的给它走一下 如果大家拿不准 可以用笔画一下 可能我们自己 今天这种浅一点的 我们大概要绣到哪个位中 可以画一下 不用很规则 我们下一个位中 1 2 3 7 7 8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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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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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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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